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單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美國駐澳洲代理大使高德曼就說到 說美國和澳洲是開展了共同的戰略規劃 這個戰略規劃將會涵蓋了一連串的突發事件 包括了的就是台海潛在的軍事衝突 第二單消息 胡錫進在微博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就說到在解決了新疆和香港問題以後 剩下來就得回台灣了 警告意味相當濃厚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美國駐澳洲代理大使高德曼 日前就出席了澳洲國立大學的一場podcast節目 在這個節目裡面 他就主要有提及到兩大重點 第一他就是對於澳洲一直以來 和中國在貿易上的對抗是表示了肯定 第二他就是談及到美澳合作應對台海潛在的軍事衝突 高德曼就說到 美國政府是非常尊重澳洲是夠膽站出來對抗中國的經濟脅迫 而且美國加拿大和其他的盟友會繼續支援澳洲 他還說到對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亞洲事務協調員 坎貝爾的言論是表達了支持 坎貝爾說的是什麼呢 他就說到 除非中國停止對澳洲的經濟脅迫 否則美中關係都看不到有改善的空間 高德曼就補充說 當中國對於他們的夥伴國家經濟進行脅迫的時候 他們就真的不能指望美中關係有什麼實質的改善 這就是第一個重點 就是肯定澳洲在過去一段時間裡的表現 因為拜登自從上台以後 似乎對於澳洲的貿易衝突 都沒有作出一個很明確的表態 現在就由這位高德曼代理大使說出來 第二個重點就是談及到台灣問題 這位高德曼代理大使就被問及到 台灣究竟在美國和他的盟國合作當中 重要性有多大呢 還有就是 一旦台海爆發了軍事衝突 美國會期望澳洲能夠扮演什麼角色呢? 高德曼就回答 美國將會和澳洲一同協助 不單止有軍事上的合作 更重要的就是進行戰略規劃 而這個戰略規劃將會涵蓋一系列的突發事件 而台灣顯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到底如何解讀高德曼這番說法呢? 他是不是在暗示 一旦台灣真的出現軍事衝突的時候 美國和澳洲就會聯合協防台灣呢? 看他的字面又不像是這樣說的 因為他在說戰略規劃 戰略規劃的涵蓋面可以很大 不一定純粹是說軍事支援 但是到底他在說戰略規劃 是規劃什麼呢? 他在說的是比較虛的 最後高德曼還說到 美國在道義上和法律上 都需要為台灣的合法自衛需求提供幫助 而且美國是會關注到 台灣可能遭遇到的軍事攻擊 以及非軍事干預的風險 例如說 飛越了台灣島上空的導彈 或者是網絡入侵等等 高德曼在這裡所說的說法 即是說 美國會在法律上和道義上幫助台灣 這個觀點這個說法本身就不新鮮 在過去這一年半以來 美國有很多高級官員 分別都有明示也好暗示也好 是表述過這一樣的觀點出來 問題就是 到底美國的這份幫助 是會介入的程度有多深呢? 是一個主動的幫助 或是被動的幫助 是一個大規模的幫助 或是後勤的幫助 這個幫助 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很白紙黑字的說明 究竟是會去到什麼程度的 只不過 他會幫就當然了 這件事已經是表述過很多很多次 但是從來都沒有說到究竟是會幫成怎樣的 但是大家又要留意一下 美國在近兩三個月 表達這個信息的程度 是比起過往頻密了很多 之前都有報道提及過 就說美國官員已經判定了 大陸武統台灣的機會是增加了 事實上來說 在近這一個月 事情的發展又加速了很多 比如說在2月那時候 美日的2加2會談之後 日本有媒體傳出消息 說日本防衛大臣在會議上提出了 美日要共同協防台灣 一旦台灣出現突發情況的時候 之後 美國跟台灣簽訂了海巡合作備忘錄 當然 這個合作備忘錄就是非官方的形式去簽的 簽署的雙方分別是美國在台協會 和台灣駐美代表處 簽署雙方就是非官方 但是這個合作擺明就是官方的 要不然你怎樣進行海巡合作 你去海巡那班人全部都是官方人員 好了 去到上個星期 台灣的國防部就出來說 說他們將會採用導彈追蹤的形式 來應對大陸軍機的問題 這個就比起過往是更進一步的應對方法 以往就是大陸的軍機去到台灣的航空識別區 於是台灣方面就派出一些軍機去攔截追蹤 現在用導彈來追蹤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在過去一個多月以來 其實美國暗中向大陸釋放一個訊息 就是說一旦大陸真的要決定武統台灣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引發起多國的連鎖反應 當然到底他是在拋浪頭 還是純粹出口術呢? 未到發生過一天都不會有人知道 反正這個訊息都很明顯 雖然沒有說出口 為什麼會暗示這個訊息呢? 肯定就是跟美國判斷 大陸真的會武統台灣的機會增加 當然有關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 到底是胡錫進 在微博那條鐵文是怎麼說的? 他就說 誰低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力量與意志 胡作非為 誰將付出沉重代價 這個是鐵律 接著那兩段 他就先提到新疆問題 就說 新疆極端主義勢力 就好像被秋風掃落葉一樣收拾了 接著就說到香港問題 胡錫進就說 香港局勢又是說回來就回來 好了 接著再來那段就說台灣 他說 接下來就剩下台灣了 不要以為隔著海峽 那裡還有多少軍隊 有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撐腰 民進黨當局頭腦要清醒些 千萬不要像香港反中亂港勢力走極端 這樣的話 他們就等於將自己擺到歷史的案板上 老虎就說要告解他們 恩鑑不遠 請舉一反三 不要相信美國幾個議員的叫囂 不要相信美國政府含糊其詞的承諾 接著他就說 民進黨當局應該要知道 一旦他們將台海局勢迫向軍事攤牌 結局會是些什麼 當然啦 胡錫進這一篇文章 無非就是拋浪頭 如果大陸一早已經判定了 一旦武統台灣的時候 美國是不會採取軍事援助行動的話 其實應該就已經動手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是按兵不動呢? 我相信大陸還在猜測一些東西 還在鼓量一些東西 到底一旦大陸要武統台灣的時候 美國的反應會是怎樣 美國究竟介入的程度又會是怎樣 而美國這樣的介入 會不會是演變到整個局勢變成全面戰爭 大陸一定會有很多這樣的考慮 但是現在我相信大陸還在測試 美國的底線是去到哪裡 但是啊 美國又有沒有真真正正地 這樣白紙黑字說明說 一定提供軍事援助是沒有的啊 當然話分兩頭 沒有寫明 沒有說明一定會做的事情 就不代表一定會不做 就算有些事情 寫明說明一定要做的 到最終反口你亦都催不去 所以拜登的取態是怎樣 就會變成是相當關鍵了 我在網上邊見到有不少的言論 他們似乎都有一個不當預設 就是認為大陸一旦出兵台灣的時候 美國也會提供相應的軍事援助 會出兵台灣 但是這個是不當預設 因為美國從來沒有作出過這個承諾 他只是說會幫助台灣而已 那究竟那個幫助的程度會是有多深入呢 沒有人知道的啊 尤其是就是大家看到緬甸的情況 拜登也不斷地說 The world is watching 這個世界就在這裡 看著你們這些人 那你只是看著就有什麼作為才行 當然拜登也不是說沒有做其他事情 就是很被動地去凍結了緬甸軍政府 在美國的資產 以及制裁了若干的軍政府的人員 但是他這些做法 究竟能不能夠扭轉得到緬甸的局勢呢 那很顯然就是不行了 所以我就認為在分析台灣問題的時候 千萬不能夠被主觀意願凌駕 因為你不喜歡某一方 所以就假定了 當那一方出手的時候 另一方就會有很多人去支援他 我認為這是不當預設 因為到目前為止 你都看不到有一個很明確的承諾 這是事實的啊 而且有些人就說 因為台灣是屬於第一島鏈 所以一定會幫的 其實會幫的 有很多美國官員都明示暗示過的 但是到底幫成怎樣呢 所以說來講去到最後就是 隔岸官貨一定是輕鬆些的 問題就是 如果你在接下來的半年 或者一年準備打算移民去台灣的話 就真的請你三思而行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